所得税申报倒数计时 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 以系指区来说 目前申报率已经达九成三 还有纳税诱人还没有报税 国税局系指计证所也提醒民众 别忘了如期申报所得税 申报资料要上传才算完成报税 那今年中所税申报到5月31号截止 那老保官呢特别提醒 以往有些民众他以为缴完税就完成报税 造成呢已缴税未申报的状况 那如果经国税局核定以后 将不可采用列举扣除而来报税 那如果有达到违章处罚标准 也会被处罚 所以请民众特别注意哦 这几年除了网络报税 国税局大力推广使用手机报税 找5个步骤 透过手机电话认证等方式 再输入相关的资料就能够轻松报税 那保官也特别提醒 记得要完成申报资料上传的动作 那如果不确定是否完成申报呢 可以到我们财政部电子申报 找税服务网站 那输入纳税有的身份证字号 出生年别以及验证码 就可以查询有没有完成申报 那最后呼吁 因为报税已经进入尾声 那尚未完成申报的民众呢 要多使用手机报税 那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执行 申报证验证了以后 可以下载也可以编辑索得跟扣除 所以不用读卡机免排队24小时 在家里也可以完成报税 值得一提的是 5月报税月除了综合索得税之外 房屋税也在5月开征 新北市税捐处系指分处 也在索得税申报现场 涉滩加强税务宣导 5月份也是房屋税开征期间哦 目前还剩下最后几天 请大家要记得把握时间 如果还没有收到税单的话 随时欢迎打电话到税捐处来申请补单 那今年我们提供多元缴税方式 只要在5月31号之前缴纳 就可以透过电子支付 信用卡 ATM转账等等方式 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报税进入尾声 两个税捐单位的纳保官 都提醒民众赶快报税 以免预期受罚 而因应最后几天的报税人潮 为了方便民众缴纳税款 国税局也和往年一样 有便民服务 除了这个星期中午 都没有休息受理之外 最后一天还加班服务 这层会联益细致采访报道